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间新闻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抢救鲸豚大作战 有民众在新闻市问你沙滩上发现了一只搁浅的鲸豚 立刻就通报海巡人员 大家赶紧将鲸豚包着棉被用海水保湿 紧急送到基隆必杀鱼港出海野放 在众人通力合作 五小时后这一条小抹香精终于回到大海 沙滩上一只鲸豚摆动的身体抖动尾巴 按学员小心翼翼帮他保湿 发现民众一开始还以为有人躺在沙滩上 看到的时候远看我以为是那个大体 后来近看的时候发现是我搁浅的鲸豚 现场合力挖出一个坑道 用棉被包裹鲸豚 继续洒水 新美万里沙滩 27日早上有民众发现一条身长177公分 宽40公分的鲸豚搁浅在沙滩上 它是一个小抹香精科的动物 然后我们研判它是一个 它不是幼体 它也还没成年 它是有牙齿的 我们研判它应该是有 应该可以自己捕食的那个能力 不过它为什么会搁浅的话 不知道是因为风浪太大 还是跟什么原因 跟它的这个群体分开 把握救援的黄金时间 众人合力用担架将小抹香精送到车上 前往就用必杀鱼港进行野放 今晚当天天候不佳 但娱乐渔船业者也伸出援手帮忙野放 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把手边的工作停下来 因为毕竟是这样子 这么多的搁浅案例 可以救援活存活的不到二十分之一 所以我们必须要抢时间 我们刚刚有做过一些促诊 但是就是 胖瘦的程度是目前是还可以 但是也没有到非常胖 就是一个正常的体型 然后它的这个警觉性非常强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乘风破浪前往万里外海 在大家合力帮忙下历经五个小时 这支小抹香精顺利重返大海 救援成功令众人开心又感动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劳工杯歌唱比赛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而改为户外的 劳工嘉年华音乐饗宴活动 娱乐劳工好朋友也邀请其他单位 共同宣导防疫的重要 户外的劳工嘉年华祭音乐饗宴活动 用客家鼓艺以及舞艺 以及萨克斯风等音乐表演 娱乐劳工好朋友们 原本每年都会由 吉隆市政府社会处主办的 劳工杯歌唱比赛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而取消 改由社会处劳工行政科 办理户外的 劳工嘉年华祭音乐饗宴活动 和劳工好朋友们一起同欢乐 市长也要代表市政府 要来感谢我们各工会 对于我们整个工会的业务 还有劳工的权益跟保障 还有包括我们在很多的 劳工政策上的一个教育跟推广 给予市政府非常多的一个协助 不只是照顾我们的劳工朋友 然后呢也让整个市政的推动 非常的一个顺利 佩祥也在这边相对我们劳工好朋友 表达敬意之外 也希望说在我们的劳工界 基隆的劳工界里面 会再出来一个 因为我们劳工杯 还是我们劳工嘉年华 而透露出了自己音乐的才华的好朋友 来未来再帮我们基隆 不只是在劳工界或是政界代表之外 在演艺界在其他的方面也能发光发热 都会喜欢唱个两句哼个两句 来疏解身心 疏压一下 可是很多唱个两句就都发现 原来他的歌唱的才艺 可能比他的工作还来得更加的出色 所以市府 我们的社会处 跟我们的音乐工会 联合取办这样的音乐嘉年华 其实也培育出不少 我们优秀的歌星的人才 由于国外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国内从12月1号开始 政府也加强各项防疫工作 社会处也邀请市府各单位 在场设摊位 共同宣导防疫 以及防火和卫生等宣导工作 包括市议员庄景田 郑文婷 以及童子伟和陈姨等人 也都帮忙宣导 提醒民众共同配合维护自己 和大家的身体健康 以及居家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风雨无阻 上千民众走出户外 响应由基隆长根医院 连续第12年举办的健走活动 鼓励大家多走路 多运动拥抱健康 风雨无阻 上千民众一起走出户外 沿着往秦仁湖方向的步道前进 响应由基隆长根医院 连续第12年举办的 走出户外守护健康的健走活动 鼓励大家多走路多运动 拥抱健康 健保署说 每天一万步健康有保固 所以我想这个走路呢 就是保持我们健康一种 最生活化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够走出户外 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健康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尤其是现在全世界的 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这么的严重 包括机动市长林佑昌 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以及机动市议员庄景田等人都亲自到场参加 为大家加油打气 那平常呢 他们都在照顾我们市民 在照顾病患 那举办这样的活动 也让我们的宝卷们 有机会 走到户外 来这个轻松 然后也维持自己的一个健康 每天一万步健康有保固 所以在这边呢 沛翔也不要多说话 希望说我们今天的活动 能够顺利进行 本来六点段起来的时候 雨很大 那现在开始慢慢的 一步一步天会越来越放弃 基隆市长林佑昌更表示 市政府近年来已经积极规划整理 将把全基隆市200多条的山海散步道 整理出最主要的12条步道 吸引民众以及游客一起走出户外 拥抱健康 也享受基隆的山海美景 基隆市周边的 这些散步道总共本来有200多条 我们把它整成12条主要的步道 那也让我们各位民众呢 在平常的时候 有地方可以踏青 有地方可以走一走 因为12条 你如果一个月怕一条就好了 怕一年落十二条怕耍 记者吴俊松吉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新一区孝东路上下班的车流量多 居民饱受塞车之苦 声援何淑萍在总执群中 就建议市政府短期治标 已打掉微笑台北前人行道 宇峰格岛增设左转深澳坑 深西路及中正区新丰街的车道 治本的话 则要在深澳坑路 东光路四叉路口 增设台62甲杂道 疏解车流 就是说 因为我们巅峰时段的 这个车道的容量跟流量 配比不均 所以才会造成整个的这个车流量回堵 那我上个会期是建议 就是说把这个微笑台北前的人行道把它打掉 那第二个方案就是中间的分隔岛 中间它还有一个分隔岛 方案一就是把那个打掉 然后方案二就是把那个中间的分隔岛 把它把它移除 那第三个 那第三个 也需要我们市长中央跟中央建议 在62快速道路再增设一个 再增设一个闸道 我有去拍照 麻烦 那个资讯室 我有去拍另外一个图档 不是另外一个图档 这个是这个PPT档 另外一个图档 对对对 再上一张图 就这里 市长 这个地方就是 我都讲社区 位于大香港社区 那边它也是一个四叉路口 它上来是这个环保局那条上来 那边是属于东光路 它的 我现在说我面对它好了 我面对它的前面是东光路 右转是崇法街 左转是培德路 我的后面 我的后面是深溪路 它刚好是一个十字路口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下面那一条蓝色的那个地方 它是 它是那个62快速道路 它是六 再上一张 再上一张 对对对 它下面跑的是62快速道路 它为什么这个缺口 它当时就可以做这个杂道啊 它为什么没有做这个杂道 我跟市长报告 这个杂道下来 可以舒缓大部分的车流 为什么 因为它这里就可以 因为我们这边 刚刚微笑台北那个事 影响到这个整个大声道跟地区嘛 那因为我刚刚有讲 为什么 校东路起来要左转 因为我们在福明街 福明街跟东风街这里 有一个大型的建案 它现在大型的建案 现在完成的是大概84户 之后它还会完成280几户 所以说它通常都在那边回转 都在微笑台北那边回转 然后造成车辆交织 堵住了 都在那边 所以说你在这边 建议中央这边再开个杂道 疏散我们这个 东风街跟福明街的那个大型社区的车流量 提到的 微笑台北那个地方 人行道要调整变成是道路 那这可能跟都发处跟交通处都有关系 我先请他们做一下说明 如果法律的规定上面 没有这个自爱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来评估来做一些改善 那第二个你提到的是这一个增设杂道的部分 现场的实际的状况 我不是非常的了解 不过我印象里面 它应该有一个蛮大的一个高差 那在那个地方能不能做一个杂道下来 可能要做技术性的一个评估 那这个部分我也请那个交通处理处长 来做说明跟补充 好谢谢 主席好 那跟合作报告 结束第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跟都发处也确认 那个人心道不是在 应该不是建筑线 所以可以是增设车道 也评估可以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公务处的后续的话 可能会在评估列入年度的预算 那之前也讨论过 那第二个是增设杂道这个部分的话 那公务总局很明确的 在108年6月19号就已经回应了 那就是一座您提到这个点 离那个校东路只有600公尺 跟他原来的办法里面的申请的这个杂道 增设杂道要1.5公里的话差蛮多的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部分是 跟那个办法是不符 所以他们这个部分是没有允许的 另外金融市议员蓝敏黄 在议会执行的时候指出 金融市长林又昌在2012年 担任民进党发言人时 说受漏金不能进来 现在当了市长和当年的态度不一样 蓝敏黄认为政治人物要有诚信 因此要求道歉 林又昌说有错才要道歉 因为时空背景都在变化 这两个部分并没有隔阂 那谈到诚信 我想要来跟市长 接着来谈一谈萊猪的议题 那我们一样先看一下影片 中方式行方影片 谢谢 我想刚刚 金线已经把民进党的立场 说得很清楚 那本党为什么 必须要反对 这个还有瘦肉精的奶油进口 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瘦肉精 其实跟束发剂一样 它的添加 是为了商业的 增加商业的一个利益 其实这些添加物 根本就不需要 也没有必要存在这个食品里面 更不必要让民众 来直接去承担健康的一个风险 所以民进党站在坚守人民健康的一个立场 对这个事情 必须采取一个坚决的一个态度 好 市长 2012年 你担任民进党发言的时候 这些谈话 我非常的认同 你讲得非常的好 瘦肉精 其实跟塑化剂一样 食安事件 已经提升到国安事件 所以你们在野的时候 强调收入金不能进来 我非常的认同 可是市长 你现在的态度 你现在已经是市长了 那你现在的态度 跟你2012年的态度 完全不一样 市长 你要如何自言取说 请简要的说明一下 好 谢谢蓝远的指教 我想莱猪或者美牛的事情 不是今天2020年的事 这个在刚刚你特别提到 不管是2009 还是刚刚影片说2012等等 其实在一开始 我想民进党坚决的一个态度跟立场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一个标准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科学检验的一个证据 所以当然我想朝野大家都主张应该是领检出 所以我刚刚特别在讲的那一段话 是在Codex的这个标准出来之前 那在Codex标准出来之后 其实民进党也发表了声明 我们这个既然有标准出来 那我们支持来依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行事 所以后来在2012年美牛 为什么 对不起 这个后来为什么美牛 含来季的美牛可以进口 其实也是在那样一个时空背景 环境之下 来做一个因应跟处理 市长 我 一开始 这个议题讲的是政治人物的诚信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要求你的 所以 我希望你为你过去的发言 跟现在做好不样 道歉你要不要 你同步同意先道个歉 道歉是必须要有错才道歉 我刚刚讲过 在2012年的时候 Codex的标准 也就是国际的标准出来之后 就已经去承认这个国际 依照国际标准 依循国际标准 那刚刚我们在讲的是 一个政党的一个立场 也就是说在2012年Codex标准还没有出来之前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想这两个部分并没有汉格 那我想蓝远你要讲的是说你态度上是不是转变 不过我要说的是现在是2020年这个事情已经长达 8年的时间 时空背景环境都在做变化 然后刚刚在讲说 这个所谓的添加剂的这个问题 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议题 它要是0还是10PPB 我想这是科学上或者医学上大家可以去做讨论 那现在因为已经有标准出来了 谢谢市长 这个民进党完全执政给台湾带来最大的问题 就是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要带你来看 金融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邀请专业骨科医师 在中山区德河里民活动中心 举办保命防碟的疫症活动 免费为老人家做骨质密度检测 吸引满满的长辈排队做检测 并请教医生相关的问题 人上了年纪就怕骨头出问题 特别是骨质疏松 对于老年人的健康 甚至是生命来说是一大威胁 因此满满的长辈 集满中山区德河里民活动中心礼堂 排队做骨质密度的检测 检测完之后 五个人为一组 拿着检测数据单直接到旁边 求教骨科专业医师 相关骨质疏松的问题 这是由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结合主办的 民间著名医学事业集团 以及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 并且在立委蔡适应服务处 以及德河里里长曾胜韦协办下 在中山区德河里民活动中心礼堂 为长辈们举办保命防碟议诊活动 所以炳君今天特别跟我们的三军总医院 然后还有尼可医学机构 还有热活人生 共同来去举办我们保命防碟骨质疏松症 疫诊的活动 就是希望让所有的长者或者是中年的都可以更加的重视 他自己骨头的状况 因为现在其实是预防胜过于治疗 我们不要等到真的发病了之后 然后才去重视 往往都是来不及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孙医师 今天来到德河里里民会堂 就是希望来去做一个疫诊的活动 也让更多人去了解骨头对自己身体的重要性 尤其为什么会在德河里举办呢 因为其实他这边的人口数大概有七千多人 但六十五岁的长者占了一千一百一十位左右 所以其实他的老年的人口比率算是比较高 所以我们先从德河里这边开始办起 未来也会持续办第二场 第三场甚至于第四场 然后再各里来去举办 也希望让我们中山区的这些长者 甚至我们金融市所有的长者 更加的可以去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从源源不绝挤进会场等待检测的长辈人潮 就可以了解这项骨质疏松检测疫症活动 多么受到长辈的重视和欢迎 保命团典库健康 保命团典库健康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根据研究显示 学习打击乐除了可以训练身体敏捷度 开启音乐学习之路外 更可以帮助提升注意力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镜头要带你来看 在基隆老用共学的打击乐 尽管乐器不同 但都能发挥最大的音乐效能 串起祖孙琴仪 这是今年将代表金融市 参加全国学生音乐比赛 国小打击组的代表队伍 整齐又有快速变化的节奏感 搭配人声让人耳目一新 而这儿是利用环保材质的打击乐 很难想象这是银法长者 果真是越打越年轻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仙灯国小 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在打这个乐趣 让我感到非常感动 一个信念到我们个人的脑力智力 反应能力 看到爷爷奶奶他们的表演 他们用了回收的东西打击出美妙的音乐 首度跨世代交流 人耳热灵学习中心的银法长辈到仙灯国小 以打击串起情谊 阵线老幼共学 那今天我们很谢谢我们人耐区的 热灵学习中心的谢命书 带了我们这么一群很可爱的阿公阿妈们 到我们仙灯国小来表演打击乐 这也是告诉我们小朋友 学海无涯 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也请我们仙灯的太古打击乐 因为他们上礼拜才刚获得我们 基隆市音乐比赛打击组合作的第一名 那我们也请他们表演给我们这一拳阿公阿妈们来听 那借由这种交流的活动 我想今天呢就是一个老幼共学 世代交流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 市民中心开设这个环保打击乐团 我觉得可以加强老人家 他们在这个脑力 手眼的协调 而且还会延缓老化 所以终身学习是一件好的事情 也希望所有的人呢 能多来学习 然后呢不要用到健保卡 多使用我们的悠悠卡 让身体才会健康 我觉得交爷爷奶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因为他们非常的认真 然后更努力 那虽然他们的反应跟孩子不太一样 小朋友的反应比较快速一点 但是小朋友比较容易躁动 所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在吸引他 最酷的是孩子们拿起锅盖 铲子甚至是自制乐器 在爷爷奶奶的指导下 跟着乐谱敲打 感受节奏的魅力 可以打突不一样的节奏 好啊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 带领相关的团队举行士林官邸 举展开幕仪式 宣布串联活动开跑了 邀请民众来赏花 并向30多国大使展现台北市观光旅游 花艺商机 大小朋友都喜爱的布丁狗绿雕 还有装置艺术 营造童趣意象 台北市长柯文哲 邀请多达30多国驻华市节 参与局展开幕活动 加强国民外交 展现台湾软实力 这是以儿童当作主题 有13个展区 那包括了很多这种 梦幻城堡的秘密基地 有这种各种 甚至这种乐高积木 有这种很多儿童的意象 那特别欢迎各位家长 期待朋友来参加 连菊花展的主角就是那个大力群 在同一棵的菊花上面要几朵 那是一个技术的展示 那一年比一年更厉害 这是展示我们台北市 在花艺上面的成就 除了菊花展以外 我们还准备了十场的表演活动 那每一场都相当的精彩 另外为了刺激商圈 我们也跟这个 士林跟天母地区的商家合作 那也希望大家来士林观点 观赏菊花的时候 也能够到商圈消费 帮忙促进 帮忙振兴这个经济 今年菊展主题以亲子互动出发 市内外共有13个展区 各种同趣场景遍布周围 每年精彩的大力菊展室 也不容错过 弹珠超过千朵的大菊品种 令人惊艳 历假日也会有艺术团音乐会表演 最新开幕的首座咖啡店 也为菊展开发菊花咖啡和菊花茶 欢迎民众来品尝油园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再来是医疗消息 青年学子学测 指考压力大 肠胃问题一罗框 有胃肠肝胆课的医师门诊发现 近年来案例面对课业繁重 肠胃疾病发生的几率是逐渐增加 16岁男学生早上醒来都会腹痛 检查后发现食而止肠溃疡 胃发炎 胃食道逆流等症状 还有一位17岁男学生半夜胃痛 肚子饿时会肚子痛 肠胃疾病如果说他一个症状 反反复复超过两个礼拜以上 那甚至小孩出现这个食欲不振 体重减轻 那有时候如果小孩有莫名其妙的贫血 放饮包时睡前不进食 趴睡药垫高 以免牙迫腹部等习惯 并且避免刺激胃酸的食物 如咖啡 茶 甜品等 才能彻底根治肠胃疾病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菊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